又同學囉 我們的進化中心也慢慢的拿上升級台了 那現在他們紅旗送的紅綠紫金剛硬物 他們紅旗送的狼黃流行金剛硬物喔 他們金剛硬物的原傳遞在收 拿起來之後還有魔星跟熱帶雨精力 他們的智商非常高 而且就有自己的判斷能力喔 所以他們有時候也會停下來 但他們不是在發呆喔 他們現在只考不而順利的 把旗幟拿上升級台喔 那如果你們想把我們金剛硬物的拍照 或者錄影的話 請麻煩把你們的閃光燈光 不要這樣也是會驚嚇到我們的金剛硬物的紅綠納喔 那麼兩位小小騎手 都已經順利的把旗幟拿上最頂端了 那麼這次電影也結束囉 那麼這次是錄影團的小小騎手吧 那麼這次電影結束了 接下來就是我們一連串的小型運動會 就要開始囉 那麼保姆哥哥已經把我們的小小運動場 會樂出來 那麼接下來就要有些我們的下一位同學 來我們翻牌子吧 那麼這位同學有話要告訴大家 那他有告訴大家什麼呢 那麼這位同學要翻牌子 現在台灣人跟各位男性們兩個翻牌子喔 來賓們可以為他們鼓鼓掌匣 在右手可視力的開始翻牌子 好啊 不聽話 不聽話 完了我還出水了 好啊 太晚了 他不理他 一彎條耶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那麼這位同學有點緊張 來跟他就掃聲他 這樣吧 那也可以為他戰勝的 你的股部長叫大家加油打打叫 換一隻吧 哈哈哈哈 你不要 你不要 你不要這麼說的同學就是十分的玩 你看 那麼同學來跟你們的股部長 來你們就把握框 順勢大家吧 三一 八 五 零 下一次 一 一 一 四 謝 那麼這位可愛的同學上就這樣來找玩意見 也祝大家有個美好的回憶喔 那麼慢慢開始 接下來就是我們請你們看著掌情 你懂會就要開始囉 那麼地上運動就是我們的滑板車期間喔 那麼金剛同學會用他們的玩弄 一直把狗桌板來控制方向 一隻腳踩在牠板上 一直想慢慢的開始往前滑動起來囉 你看看金剛同學咬桌板 以微步慢慢滑動下這樣是不是喜歡的可愛呢 那麼也準備放個方向準備滑回中間囉 雖然他們可以用嘴巴來控制方向 但他們要掉頭還是必須靠保護哥哥來幫助他的喔 那麼這位同學也是你滑回中間的 那麼就先做一個愛的金剛入紅圈吧 那麼好好按車接下來就是大家的下動一下的下滑車時間喔 那麼腳踩是跟滑板這樣做 用嘴巴咬桌板來控制方向的 兩隻腳踩在牠板上一步一步 慢慢的開始往前滑動起來囉 那你們有沒有發現這輛小探車沒有左邊呢 那你們經過同學就會短短的 再加上這個的話他們就會踩不到牠板囉 所以貼心的房間會漸漸找回聽他 這件這樣轉身的小探車來控牠玩耍 那麼現在我們今天踩在那邊踩起一步慢慢的開始往前滑動起來囉 那麼也一樣我們放下順便請回中間了 你看看你看一看慢慢的慢慢的踏回中間了 那麼就謝謝這位可愛的金剛入紅圈吧 那麼差最後一步順利的踏回中間了 那麼再謝謝這位可愛的金剛入紅圈吧 那麼喜歡講的話就接下來就要測驗平衡感囉 那麼就來看看這位突然天竿到底有多好嗎 那麼鳥類應該都激行戰術上 那麼金剛入紅圈不例外喔 但是樹高龍一張風 天竿不好的話可能就會做鳥越旺再掉下來喔 那麼金剛龍卻會用牠的長槍尾巴來控制牠們的平衡感 牠們的尾巴對牠們非常重要 以待受傷對牠們的影響可是非常大的喔 對牠們的尾巴對牠們的感覺 那麼金剛同學也是利紅 牠們的紅黑重點囉 那麼就謝謝這位可愛的金剛入圈同學吧 那麼希望聽起來 接下來就算本下以上運動囉 那麼下一張一段保護正拿著五個籃球嗎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灌籃時間了 那最後一會就兩位小小灌籃高手來門換灌籃球吧 來賓朋友也可以試試看是哪位同學先投資第一顆球的喔 老闆老朋友金刚刚才带牵 咬住了篮球带牵的准备 投出他的第一颗球了 老闆老朋友金刚刚才 投出他的第一颗球了 接下来就读到我们的 红绿色金刚刚才 要拿我们投出他的第一颗球吧 那么红绿色金刚刚刚才 也咬住了篮球 准备投出他的第一颗球了 那他的第一颗球也就比 孤王金球狂多了 那么金刚刚刚就会用 他们玩多心的嘴巴 勾住篮球 往球光里面投 他们的嘴巴非常建议 而且没有利用 我们用盐子来比喻 我们人家要打开盐子 就必失手工具 OK的金刚刚才 如果想打开盐子的话 只需要用他们的嘴巴 就可以把整个盐子 通通的咬篮 在上运到莫生的金刚才 就成功不要触碰他们 他们一算后 就可以把你的手机 要找出上 尘尽大量的 现在 他过来也对哦 那么金刚刚刚才 也是非常喜欢乱要懂事 如果杨队在下地 想要常常准备东西 狗他们可以咬篮 如果没有准备东西 狗他们可以咬篮 就把你们再下去 统统咬篮咬篮 那么红绿区进行 我们就再次表出篮球 再次投出了一颗球咯 加油 这个好喜欢你 我先用这一颗 我先用这颗 我先用这颗 那么投完最后一颗球 他们的篮球时间也结束咯 那么两位小小关篮高手 要准备回家休息了 那么就是先这两位 开的小小关篮高手吧 那么关篮时间结束 其实是一直在开 再次做